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现在人在美国境外 比如在中国 还没有美国的工作 这个会不会影响到我的绿卡申请 在这里我们统一的讲一下 澄清一下 这个问题现在可能比以前更重要 有很多人关注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办理绿卡的排期 等待时间比以前要长 所以在等待期间换工作 或者有工作之间的空档 盖板 或者在等待绿卡期间离开美国的这些情况 比以前会更普遍一些 将来恐怕也会有更多这样的情况 美国绿卡可以通过不同的渠道来办 我们这里先讲一下职业移民 职业移民可以分成两大类 一类是自主申请的EBYA杰出人才 或者NIW国家利益豁免 还有是雇主支持的PRM类别的绿卡 以及EB1B的 那么投资移民EB5 我们这里先不讲 具体情况一会和亲属一名一块来讲一下 那么先说雇主支持的PRM旅卡 原理是说雇主需要有人来做这个工作 登了广告以后看到没有合适的美国人来做 要么是没有能力 要么是没有兴趣 那么尤其在当前美国失业率比较低 所以这一点更容易证明 有的时候这个工作找不到合适的美国人 包括有旅卡的人来做 因此就需要招外国人来做这份工作 相应的给外国人办绿卡 他可以长期的做这份工作做下去 目的是为了他将来在拿到绿卡以后来职位工作 有的人说我等这个绿卡就等好几年 这好像显得不太现实 雇主要等好几年 这个是后来衍生出来的程序问题 法律法规的本意是说 招这么一个外国人 然后请他来工作 给他办绿卡 很快就能拿到绿卡 那为什么比如我们作为出生在中国的人 要等好几年 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 申请人多 所以有一个造成的名额限制绿卡排期问题 并不影响Perm的原理 那么因此像我们讲到 Perm是为了雇员在拿到绿卡以后 长期在为他申请的这家雇主这里工作 这位雇员受益人 beneficiary 当前可以不在这家雇主 一个employer Petitioner这里工作 然后他也可以做和为他申请的绿卡职位 不同的工作 或者他的工资也可以 还没有达到申请的劳工部 确定的所谓prevailing wage的要求 有劳工部说这个职位 办绿卡这个工资是若干万 申请人目前的工资可以低于 这个劳工部确定的数字 只要雇主在受益人拿到绿卡以后 付相当于prevailing wage的工资就可以 这一点和H1B工作签证申请的规定是不同的 另外有AC21这个规定 允许雇员在绿卡申请过程中换工作 仍然保持绿卡申请的优先日期 这里就显示了perm申请的一定灵活性 这个灵活性归根到底也是来源于绿卡是为了将来的工资 那么职业移民的另外大类 像NIWEB1A自主申请的就更加灵活了 那么你换工作一般来说 在等待绿卡期间 拿到绿卡以后换工作 一般来说海阔天空换任何工作都可以 拿到绿卡以前 你如果换的是同领域的工作 我从A大学换到B大学 从A公司换到B公司 做的工作还是同一领域和研究相关的 那没有问题 如果不同领域的 我们看具体情况 如果你这个工作还用到了你的专业 别的视频里也讲过 比如说你虽然做的是金融 投资或者是软件IT其他这样的工作 但是还用到了你此前的算法 统计物理数学化学生物等等方面的专长 那么仍然是一般来说是可以的 你要表现出有一个意向 说将来我拿到绿卡以后 会愿意继续在本专业领域来工作 因为回到我们的初始的话题 绿卡是为了将来的工作 是为了在你拿到绿卡以后的工作 所以你现在办绿卡 不管是雇主为你办 还是你自主办 都是为了在拿到绿卡以后 将来做这一份专业工作 那么怎样表达说 我有意向将来回到我的本专业领域 做专业工作呢 那你需要有一些证据 说空口无凭 比如说我可以和继续保持和学术界联系 然后定期和我的导师 原来的PI通个email 讨论一下学术问题 或者我继续做审稿工作 和期刊编辑会议组织人有联系 或者有什么地方开学术会议 去喝一杯咖啡 听个讲座 表示兴趣 当然你可能是注册了这个会议 或者你在会议那里照个相 也可以啊 显示你去过了 对吧 有证据 那么最简单的 比如说某个讨论学术问题的论坛 网站 你可以在这网站上 在论坛上发言 是吧 那当然要专业的这个语言 你说哪里有酷胖卖披萨 这个可能不行 你要讲的是专业领域 发表你的意见 那像这些都可以 没有一个唯一的单一的标准 只要你表现出来 还和学术界有联系就可以 同样的这个换工作 不同领域 看具体情况 比如说你在律师事务所工作 做专利工作 还用到了科研知识 或者你做投资工作 做的是这个生物公司的投资分析等等 也用到了专业知识 如果说我去做房地产经纪人 这个呢 说和科研工作要联系上 就比较难一些 那么这个是 NIWEB1类别的申请 前面也讲了 PRM类别的职业移民 那么对于亲属移民 或者投资移民呢 这类申请呢 应该说就有更多灵活性了 因为申请的Nature 它就不要求申请人 受益人在美国有工作 但是我们知道呢 亲属移民有一个经济担保问题 对所有移民来说 还有一个所谓公众负担问题 那如果说你办四八五面试的时候 或者呢 在办移民签证的时候 移民官签证官问你 你将来在美国的打算是什么 你说我计划在美国吃一辈子福利 那这个呢 大概不行 那么怎样来克服这个问题呢 那你可以提供相关的证据或者解释 比如说比较年轻 还会有很长多年的 walk ahead 对吧 然后还能够在美国工作很多年 或者说呢 我有比较高的学历 有若干年的工作经验 专业经验 我有我的专业能力 或者还有资金 这些 所以呢 证据啊 不是唯一的单一的 你只要能够表明 将来呢 你会在美国工作 这样就可以 这个还可以应用于其他的方面 我们举一些例子 比如说夫妻现在分居两地 那么你怎么来解释这个问题啊 这个很可能是因为你现在还没有绿卡 拿到绿卡以后嘛 再找工作 那么受到的限制就少了 是吧 绿卡是为了将来的工作 或者说你现在因为市场的原因 因为限制 因为个人原因 比如可能没有在工作 或者现在收入比较少 或者有其他方面的这个工作的一些gap 或者别的问题 怎样来解释呢 有可能原因之一呢 也是说现在没有绿卡 受到限制 在将来拿到绿卡以后 情况就会有改变 那么总体来说嘛 美国的移民政策呢 应当说还是比较宽松的 有些人觉得难 各种原因 主要还是申请人数量多 那美国每年发放一百万张绿卡 但是还是远远不够全球的需要 虽然呢 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世界上任何其他的移民国家 那么前面讲到政策宽松 比如举一个例子呢 比如说美国公民的父母 还有兄弟姐妹都可以办亲属移民 这个呢 据我们所知 像加拿大啊 澳大利亚等等国家呢 是不允许的 要办父母啊 就比较难 兄弟姐妹往上就不可能了 然后办父母呢 也要等好多年 为什么呢 这些国家呢 他要的是更多劳动力 年轻人 专业人士 来这些国家工作 而美国呢 允许啊 这个亲属移民 依据亲属关系 实现家庭团聚 在我们这个主题啊 这个讲的是 绿卡呢 是为了将来的工作 在取得绿卡以后 在美国工作 申请人呢 可以用好这种规定里面 对自己有利的地方 有更多问题 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